二浩姐来 刚才宽一个一百万 这会儿不亮灯 啥意思啊 就是个人 有个人的想法 一个人的阳光 不一样的看法 我呢就是说 比较早个阳光一点的 阳光一点的 那我们大哥也不阴暗呢 肤色稍微黑 但是晒 人得有才 男人也得有才 能上着天堂 上着天堂 别了别了别了 我们在地面待得挺好 千万别上那地方 那地方去了回不来呀 男人得有才 一定要有才 这人家也有才 有俩才呢 有俩才 但这俩才不适合我 来一二姐这啥原因呢 俺俩差两岁 年龄不介意 但是我不行 我想找一个吧 岁数稍微大一点的 不想找我同龄年 岁数稍微大的 大多少啊 七十四五岁的啦 我大姨和二姨 你俩啥意思 过来咋场子来的 你个个男嘉宾 都不入你们眼呢 上一场说异地 而这场说那个不阳光 我就说如果来个男士 如果让我大姨和二姨 都相中的话 你俩都能反目成仇 你俩是 择偶标准是一样的 是情敌 他俩嘎嘎能掐起来 对能 他非常挺优秀的 但我不搭配 大哥刚才有点过于自信了 现在场上八盏灯 亮了五盏 跟你一起的稍微有点差别 受打击了吗 没 咱挺自信 环顾四周八位姐姐 不管亮灯还是不亮灯的 您都可以选择 作为您的心动女嘉宾 把号码写在我的题板上就可以 他选择的心动女嘉宾 会是谁呢 他选择的心动女嘉宾 就是 六号女嘉宾 六十八岁 沈阳人 丧偶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 我们的男嘉宾 会选择一个心动的女嘉宾 那么是几号 会在最后的环节 为大家揭晓 当然我们的系统 也会根据我们男嘉宾的 择偶的条件 为我们男嘉宾 制推一位女嘉宾 也是在最后的环节 为您揭晓 那么接下来 咱也先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男嘉宾 生活中的样子 大家好 我叫赵毅 来自银口 六十九岁 都说 一方水土 养一方银 在这银结地灵的地方 造就了我沉稳 爽朗的性格 你要跟我在一起 无论什么事 我都能给你安排好 我才能静静地回味 人生百态 我以前是木槿 多年的打聘 有两个女儿都成家了 没有任何负担 只希望往后一日三餐 身边能有个知己人陪伴 最好的时光 就差一个你 爱的选择我来了 刚才那短片 给我都给吓着 大哥 大哥 做一杠铃自己做的 多少钱这杠铃 七十来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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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你个机会 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的臂力好吗 那也行吧 行吗 就是平时都举杠铃 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心动的感觉 今天咱就不举杠铃了 咱抱个人吧 这个练号 行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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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看着 大姨老十了 他上去都老的是 我们体重了 我放了一家乐了 我们体重还不至于抱不起来 真抱不起来啊 白练了 杠铃七十 我放了一家乐了 女嘉宾也七十 哎呀 行 可以 这个姐姐 嗯 她抱的时候 给那个胳膊搭在那个肩上 造型不对 没借上力 对 没借上力 你双方配合呀 不是 你们觉得阿姨你好时尚 到那我们叔叔还没给抱你 就到人怀里了 抱我吗 我就当杠铃 你弄我弄我 是那样的 也没合计到 我其实就只合着那样式的 所以说你那么一整个没配合他 你家面说让我扮演的是杠铃 让我扮演公主是不是 所以说要公主的话 公主抱就能起来了 这么多的体系呢 为啥选六号 看他也还挺腐蚀吧 你是因为刚才咱们六号姐姐说 他相中你了吗 是因为他的这种感觉 对 我感觉是有点这意思 是吗 就是想问一下 那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到最后咱们再揭晓 他是不是真的吸引我们六号 或者是说 他其实就是因为看到六号 可能个子稍有点矮 可能说体重上面会占一些优势 所以才会选择的六号 咱们在这里必须忍着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